谢琉璃,你今日来,有何目的? 哎,我说,我又哪里得罪你了? 你这表情好像我挖着你家祖坟似的 顾兰西面色一清,王爷家的祖坟没法挖 那是皇陵,有重兵把守的 王爷,若没有其他事,属下先告辞了 哎,等等 兰西啊,有件事情呢,我本来打算明天和你说的 但既然今天遇见了,就今天说 哎,你等等我好吗?一会儿啊,咱们单独聊聊 王爷,咱们就抓紧时间说了哈 虽然我让几个书院找书生写画本 但到底还是没培训出来 出来的手稿搞不好还要修 所以我打算先用你的手稿印制一批 正好检验一下市场情况,你想个笔名吧 笔名? 是啊,就是画名 也不能在住处人的位置上贴着东方列吧 东方列只觉得叶琉璃对她极尽仿刺 但对顾兰西时却是和颜悦色,气得浑身发抖 兰西你先出去,本王有话对叶琉璃说 顾兰西等的就是这么一句话 扭头就跑 哎,你等等 写琉璃你过来 个什么,你要揍我 不是说以后再也不打我了吗 不打你,你且过来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你要是敢打我,就断子绝孙 本王问你,自从你嫁入王府 可有什么不满意 难道东方列这家伙知道自己想逃跑 然而他没真的表现出来啊 难道哪里出了问题 难道身边出了奸细 但玉莱和玉珠又不像是出卖他的人呢 东方列尖也流离沉思的状态 好像知道了什么 关于你我大婚,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很和谐啊 虽然我们两个不算是自由恋爱 只算是父母包办婚姻 但所谓十年修的同传度 百年修的共整眠 呃,虽然我们俩还没睡 但和谐的婚姻 不一定要发生在性爱的基础上啊 也可以是感情上的交流,灵活上的沟通 不是吗 百年修得共整眠 东方列想起之前顾兰西一再提点的话 也隐隐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 难道叶琉璃真的欲求不满 从今日起,你搬过来吧 啊,他搬过来 鬼才搬过来呢 呃,这个不太方便吧 啊,主要是王爷您的养身体 我来了肯定吵吵闹闹,不利于您的敬仰啊 以后睁眼看你一个丑八怪 闭眼看你一个丑八怪 就是饭也会少吃两口 无碍,让你搬来就搬来 我不搬 你好好的在主缘敬仰 我好好的在兰方圆过日子 我们井水不放河水多好呀 你,你为什么非要让我搬来 叶琉璃,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 装?我装什么啦? 多方列,今天咱们把话说明白 我哪里装了 哪里装?你若是不装 去寻顾兰溪做什么 从你上回跑来这里 本王就应看出你的水性洋花 水性洋花? 喂,我说 我兰方圆上上下下 就是飞来个苍蝇都是母的 我,我哪里水性洋花啦 哼,你若不水性洋花 为何大白天 去清正楼找顾兰溪? 哎呀,你真真逗哎 我找顾兰溪就是水性洋花 难道在你眼里 女人找男人就是为了谈情说爱 就不能为了点与情爱无关的私事啊 什么私事?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既然说不出口 便是心中有鬼 你才有鬼呢 你心里不仅有鬼 还是个龌龊鬼 叶琉璃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说什么? 自然是你问我说什么 你先诬赖的我 可还不去我反驳 叶琉璃 你是用什么口气在于本王说话? 你知道本王的身份吗? 身份? 不就是个亲王吗? 我还是王妃呢 从官职上 我们俩人应该是算平级 平时莫叫对你第三架次的 东方猎吵不过叶琉璃 头疼欲裂 那啥? 王爷 你不会是在吃醋吧? 哦? 那 难道真的是在吃醋? 叶琉璃 他当初要同房 他不愿意 就足以说明他不喜欢他 既然不喜欢 何来的吃醋啊? 叶琉璃 在想什么? 那啥? 王爷 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 从官职上 因我是同级 既然如此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好吗? 亲王与王妃 怎么可能是同级 不过这个不重要 你说 你告诉我 你喜欢我吗? 叶琉璃等了好半场 剑邪王出了冰冷冷的面摊表情 绝无其他